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讨论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个地方 也讨论 一切众生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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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 尝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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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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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练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 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圆竹菩萨中 按住文法卷 各以妙共的庄严自打敌 他这里也继续发愿 愿世界的各个地方 就是许许多多的菩萨 就是一般的菩萨是得一地 到十地之间的这些真实的菩萨 还有虽然没有得地 但是已经生了菩萨心出血的圣洁菩萨 那么这些经常 始终都安住在有缘的发气的眷属当中 就是以各种不同的神通 以各种不同的方便 以他们的这种威力来 就是功德来宣说妙法 然后整个大地都变成庄严 其实我们就像一个花园当中 没有鲜花和树木的话 就是不会庄严的 在整个世界上 如果教法和正法没有的话 那也不是会庄严的 我为什么说啊 就是菩萨宣说妙法 这就是世界的庄严 这就是道场的庄严 原因就是我们的来世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的佛教乃至生生死死当中 让众生获得无比快乐的一种妙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像我们《华严经》当中也记着说 这个诸菩萨宗各个就走 然后诸照围绕眷属庄严 意思就是说 一切菩萨和善知识在各自的净土 或者是各自的道场当中就走 在这个时候他的周围 就是有缘的眷属围绕着他 明听佛法 一般来讲清净刹土当中 也有经常描述的 比如说《无量寿经》当中也说了 就是说阿弥陀佛与必高卓 然后威德威威 享好光明 然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 声闻菩萨围绕恭敬 所以像阿弥陀佛 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声闻 圆觉 菩萨还有其他的清净眷属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世间是诸佛菩萨的化行 善知识经常在众多的眷属当中宣说妙法 无论是居士身份 出家身份 我们佛法的核心应该动达了佛教的教义 所以我们讲闻善当和修行善学 这是佛教的根本 大家以后在尼索能及的范围当中 把佛教真正的智慧传递给别人 这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以后再度的各位在弘扬佛法的时候 一方面自己生生世世不是应该发愿 我今生当中也是一定要将近所法 要将近所法来利益众生和国土庄严 这样自己平时都要发愿 怎么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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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有情众 相续恒听闻 了受虚空光 所处妙法音 接下来有发愿 愿世间上所有的众生经常不断地听到 听到什么样呢 听到不但是前面所讲到的一些诸佛菩萨的 善知识的宣说 大小乘的佛法感灵 听到佛陀或者善知识门的这些佛法 甚至经常地闻到了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 飞禽料类 树木 还有包括虚空当中传来的法音 以及在光芒当中听受这个法音 然后自相续的这种烦恼一下子接受 获得解脱的这种果位 因为在清净刹斗当中 曾经像阿弥陀佛 他们在因地的时候也是发这种愿 也是同样 连我们这样的 《入菩萨行论》的这种教义一样的接吻 然后他们时时地发愿 但后来也确实是愿已经圆满了 成功了 然后在《阿弥陀经》当中也是有的 十足众生 昼夜六世 除荷雅因 轻易延长 然后他轻易延长的内容 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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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奇菩提指和八僧道分 这些阿弥陀佛所发现的众生 他们昼夜六世发出非常荷雅的妙法声音 所宣出来的这种佛法的内容 就是所说的我们《三世提导品》的内容 还有在空中也经常说出 诸心无常 游禄皆苦 还有诸法不卧 涅槃积经等 四法因的教义 以及三接同论的教义 在空中也是可以选出来 还有在宝树里面 在如意树或者树林当中 也会选出来一些妙法 比如说《阿弥陀经》当中还有一段说是 微风吹动 珠宝新树 激宝落网 除为妙阴 然后听言者自然而然念佛 念法 念圣 自然而然他思念佛法身三宝 所以在极乐世界通过微风吹动 如意树 宝王等等也发出了一些 就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 四法因为主的一些法因 这样的这种法因 很长都能听得到的 所以我们都尊重来知道的 所以我也有很多事啊 谢谢大家 这种法因的气候 我们同样都会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们听到我们的沈川 和声音乐 现在中国人都在架上 从这种法因的消息 但是因为我们公开悉 我们也会得到的 爱情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发愿让世间上的这些众生有福报经常遇到圆满正等觉的 具有一切功德的佛陀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陀 以及像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勒菩萨等等佛陀的佛子 还有诸佛菩萨所发现出来的具有自卑法相的善知识 就是善知识 然后在他们面前领受佛法的进化 而获得解脱 在这些佛和菩萨面前 应该以普贤运功的方法来 时时都是要供养他们 供养神 我们前面所讲的诸佛菩萨 就是世间的名目 也是众生的道士 佛陀和菩萨面前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因缘 见到了佛陀 其实所谓的善知识 也是佛陀的代表 然后所谓的佛像 佛塔 还有佛经 这些也是代表佛陀的 跟真正的佛陀供养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的供养也有 比如说供经供养 成事供养 还有修行供养 尤其是有关经论当中 最上等的供养 我们如理如此地持清净的戒律 然后行持佛法 这就是最上等的供养 对上师的供养 也是这样 所谓的法供养 对其他诸佛菩萨的供养当中 也是最好的供养 当然是这个 所以我们要平时发愿 让世间上的十月众生 但愿让他们遇到佛陀菩萨以及善知识 遇到的时候 经常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来供养 吃饭师感觉很重要 吃饭师很小容易 吃饭师感觉很快 吃饭师味道 吃饭師会呆 鸡奖 吃饭 要多oser 就 购迹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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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无辜细丰收 任王如法行 时时皆行农 那么下面就是说 愿天生也时时应该降下雨水 整个无辜丰登 庄稼能丰收 还有世间的人王 国王如理如实地行持佛法 护持国障 这样以后 整个他的国家 居国上下肯定信心相容 可以说是很多的过失 不管是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非常的圆满 所以在这个发言文当中 首先我们也经常想 愿整个世界上遣除一切自然灾害 不管是地震也好 天灾人火 所有的这些饥荒 战争全部都消失 而天地始终都是给人们 带来一种风调欲损 但是要真正是你风调欲损的话 一方面天地 依靠我们人的行为 也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我们人造恶业 那这样可能天生发露 以前可能我们很多人 看过《西游记》 当时天人发露 整个地上出现干旱等等 也有这样的故事吧 所以我们世间的龙王如果不高兴 这样可能出现干旱 或者洪水 其实这些一方面 我们世间人造的恶业 太可怕了 说实话 现在人们不像古人一样 现在通过各种仪器 各种机器和手段来杀害无量的众生 在这样以后 阿修罗特别地高兴 而天人最后也是无能无威力 最后在我们整个世间当中 也是出现种种的灾难 这是自然的一种规律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发愿 让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们 尽量地减少罪恶 不要杀生 不要偷盗 很多恶心尽量地减少 如果这样的话 整个《西世界》也会变成一种迹象 变成一种迹象 所以我们平时也这样发愿 还有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君主显明 非常的重要 他如果行持佛法 如理如实地以慈悲心来 维护所有天下的众生 就像《军规教言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整个国家当中所有的生命 依靠他的 所以他以慈悲心来维护 那么整个上上下下的国家 肯定是会真正日上的 如果你国家的君主行持恶法 尤其是毁谤佛法 甚至摧毁佛塔 佛像 那这样的话 这种灾难 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自然而然会发生的 这也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经常发愿 让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们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要过着幸福快乐 一定要兴盛佛法 才能利益众存的 应该以这样的心来 经常发愿 要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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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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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要据数小 昼雨显临念 空行落差等 喜居慈悲心 然后远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药物 都具有药效 然后诸于理念无比 然后一些恶鬼中心的 一些空有恶鬼的空性 还有世人的落叉 叶叉 以及凶恶 凶僧等等 这些愿他们相续当中 具足利益众生的大悲心 这样来发愿 其实我们药物 一般是诸佛菩萨的 加持力所显现的 但是古代的时候 一些草药也好 药物还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现在可能 众生造的业越来越可怕 然后很多万物的营养 它的功能逐渐减小 这也是以众生的功力显现的 但我们始终都是发愿 让这些药物尽快有疗效 还有咒语 咒语的这种理念 咒语里面也分一些 明诸 密诸 还有一些陀罗利诸 就是各种咒语 其实这些咒语 不管是持诸者也好 修贤重者 或者是婆罗门贤人等等 用了以后非常地理念的 尤其是具有信心和具有恭敬心 这样的人念诵非常好的 空性落差等 吸具慈悲心 还有空性 空性的话 刚才也讲了 世间当中有很多的凶声恶杀 这些本来以前都是 见到人过后都是开始杀害的 但后来通过诸佛菩萨的加持 威力 他们也是具有悲心的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能知道 世间上的一切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那么修行佛法 也是非常方便的 《宝积经》的一个教证 好像在《上师行程》里面也是引用过吧 比如说一些明珠 还有妙阳 一些迷范和缘起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诸佛菩萨的一些等词 方便 神变这些的心经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 世间上有许许多多的 我们凡夫人不能了知的 比如说要的这种能力不可思议的 的确是 看到一颗药 你吃下去了以后 尤其是这种方面 你当下就把这个病制止 这也不可思议的 我们念一个佛号 或者念一个咒语的这种能力 也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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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